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剛說到民國83年開始 四年掉飛機的魔咒 還好在第三次之後就打住了 但是幫忙載大體的飛機 後來也失事嗎 來看我們的查證 當然不論是華航或附近航空 都不正是這種科學難以解釋的說法 認為再送往生者最後一程 讓一體返鄉是莊嚴 而且尊貴的作為 只是在澎湖海域失事的班機 有很多至今原因不明 有專家研究發現 在澎湖西南海拉出的一個三角海域 是素有魔鬼海稱號的神秘空域 整個地球來看的話 白木塔在這一邊 穿過地心道到另外一邊的話 剛好就是澎湖這邊 它樓盤在那邊 樓盤在那邊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奇怪的隱層 隱層 然後所以失去控制 在澎湖海域摔過的飛行 有著一股說不出的故意 老一輩的飛行員飛到那裡的時候 他們常常在講說磁羅盤打轉 所以那個磁羅盤沒有辦法定向北邊 它會在那邊轉 台灣海峽因為有黑橋經過 有著一條黑水溝 主流支流分別經過澎湖兩側 四周潮流不穩 即使平常沒風沒雨的時候 也會刮起三尺長浪海峽惡劣 自古以來船難也特別多 所以有人說 是瞬息萬病的地形天候 影響了這片海空域 不過事故調查報告 還是得以科學來盡定 明古武漢大院空難 調查指向降落重飛時 機組員沒能妥善執行程序 而澎湖空難則因為 唯一裂縫金屬疲勞量貨 空難沒有魔咒或至少減少人為疏失 以及重視機械保養 飛岸就能確保一大半 發生在台灣各角落的 起案 怪案 還有觀眾喜愛的 重案現場節第52法定單元 我們從真實的故事中 漸往之來記取人生經驗 請你鎖定每週日晚上8點首播 每週六下午3點 而晚上9點重播的 台灣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我們下週見 會不會忘記 被划算 暴徒 你會不會忘記 金屬於 塔坪 超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